然而关心到前海军顾问郭喜 指控国民党立委马文君 将国造潜舰资料外泻 争议也持续延烧 而前海军舰长黄真辉也证实 马文君是用公文方式 发了3000多个档案 给调查局、国防部、海军司令部 以及韩国驻台代表处 不过北市议员许巧新 也再度拿出了录音档爆料 他指质郭喜开手人头公司 插手造舰运算 但对此郭喜也亲上火线不吃 你只是一个前海军顾问 你凭什么在我们的政府里面 这样子的上下其手啊 到底是谁叛国啊 国造潜舰泄密争议稍不停 北市议员许巧新接连曝光 郭喜引导 董事长必须你挂营 你是零鼓的董事长 是因为你是华强 被指指开人头公司 插手造舰运算 郭喜也亲上火线回应 是八个月的录音剪接成的 取他的所要的 许巧新懂个屁啊 对不对 说真的 我真的懒得告许巧新 长得越长越老 越长越老 算了不想了 间接承认话是自己说的没错 但英党内容是被恶意兼击过的 我们的主轴是 马文君你泄密给韩国大 韩国驻台办了嘛 这件事情是事实 那你就请辞嘛 我不是为了选立法委员 才来蹭这些东西吗 我像这样子 晚几天会累 我最近未通的要死 韩话回归战场 要马文君为泄密一事 辞职自己也会退选 同时前海军舰长 黄真慧也证实 马文君使用公文方式 并再偷偷把资料给韩国 一共发了三千多个档案 给四个单位 档案给了调查局 公文 不是我私下给你 就跟告发一样的 国防部 海军司令部 以及韩国驻台代表 对此马文君本人 五号一早在南投跑行程 并未回应 而前奸国造专案 交集员黄曙光 也被发现 去年在妹妹黄先生 新书发表时候的 祝贺信就已经提及 一艘可视战力的前奸 必须排除军火商 不肖前客 买空卖空的代理商 利用唯利是图的明带 不断的攻击 污蔑破坏 幸好坚持遵循 其白家训 干干净净才活到今天 整起前奸 泄密案端机内 恐怕还不会落幕 接下来约达台北采访我到